就是0到9,它还是0到9 可是我16进位字,如果今天输入10的话,它变A 11变成B 12变成C之类的,15的话就是F 也就是说16进位,0到F 总共会有16进位,而不是像10进位 0到9,然后就进位,不是 是0到F 可是问题来了,我今天如果说 题目要我们什么,输入13变成D 输入8,一样输入 把那个数字输入,把它直接输入的再把它输出 所以如果今天执行给各位看,如果今天有输入13 Enter 变D 那如果今天输入什么,输入15 F 也就是我今天输入的是 10进位的,要把它改成16进位字的话 那这个地方,如果输入10变A OK 如果输入原来的,假设8 它就是原来的8输出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原来的 假设0到9 它没有改变 那会改变的部分只有什么 A到F 也就是如果你输入10到15是需要会改变的 所以你需要处理的话,是当它输入10到15之间的数字 才需要处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底下的话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从10到15,然后15到17结果都可以 先判断什么,如果输入的那个数字D 假如等于什么,我从高到低好 如果它等于15的话 如果D等于15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把它Print的什么,Print的F OK 那剩下来的话L词,再来就是14 所以把这一段复制贴过来 加一个EL 改成1,有没有 再复制贴到底下,变13 13多少,13变成 变成D OK,我画面记录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再往下,再往下的话就是C 因此类推,再来就B 再来其实呢,当然除此之外是EL 不过我还建议你刚才直接还是打EL 变A OK 那以上的这几种是需要判断的 那其他的呢,不用 所以其他的话你就在EL 里面背实行 或者甚至你不用在逻辑里面处理 你可以EL 或者是你这个EL也不用 直接怎么,EL 里面Print的什么 它原来的值出来就可以了 OK,那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所以特别重要,关键地方在上面这部分 如果它是15到10 那就分别对应的关系 把它改成这个A到F OK,除此之外的话呢 就输出它原来的这个数字 这一题的话就完成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要呢就是把这个 这个逻辑的部分 讲到第208题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210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下一次再来看 那回去请各位 务必再找一些时间 把这些题目再把它试着 也许看一下题目 答案先 这个参考的程式 可以先不要看 看有没有办法 可以在 至少10分钟之内 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如果超过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就不及格了 OK,因为它给的时间 大概一题差不多10分钟 不过如果打得顺 那这些应该不到10分钟就做完 而且很多地方 像我的技巧是复制复制复制 改改改改改 很快嘛 大概可能不到3分钟 应该可以做完 如果可以练到这种熟悉的程度的话 那以后如果你遇到逻辑判断 就会非常简单 再来逻辑过了之后 后面还有一个程式里面最复杂 最麻烦的就是回圈 最不好写的 那大部分呢 回圈里面还会有逻辑判断 也就是会把这两个困难点 结合在一起来应用 所以如果你一个 已经就不行了 那如果再加另外一个 那更不行 OK,所以这两个如果都熟 然后你把它串在一起 你会发现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的应用 为什么现在很多像电子商务 它可以24小的服务 它其实背后就是很多程式 帮你做一些判断 比如说你买东西、卖东西 其中间的话 为什么它可以帮你判断出 最后你的 买的东西是多少 结账的金额也不会错误 那里面就是用这些逻辑 在帮你在背后去执行 而且呢 只要它的server是没有关闭的状态 就可以做service OK,所以基本上 这些背后你就把程式写这个学熟的话 那也就是你将来 你所有的工作 其实都可以变成可程式化 你发现你现在所做的所有一切 电脑都可以代劳 OK,所以很多新闻或者很多媒体 或者很多杂志在上面讲说 未来很多人的工作将被取代 我是觉得很多助理类型的工作 可能会蛮容易被取代 因为电脑其实很多东西写出来 很多人真的就不需要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像前台人员 柜台人员会越少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干脆就用什么 用电脑去协助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有一个人随时在那边stand by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试试看 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来看210 再来的话第三类就是回圈 我会先讲一下有关回圈的部分 再来讲证照的题目 OK OK